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一个是 煤价暴涨 各地限电潮再现,冲击中国经济 第2个是史诗级爆料旭 中国证监会约谈叶飞,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下去 先说前面这个,前面这个影响很大 先说国常会,总理李克强5月19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部署做好大宗商品 保供稳价工作 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 已经开始冲击中国经济了 那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受主要 国际传导和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那么要重视 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出一些 他提出一些要求,那么 针对市场变化,然后就是控制,保障大宗商品供给 遏制 价格不合理上涨,努力防止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 这就是计划经济又来了 那么几个,第一个要多错并举,加强 加强供需双箱调节 第1个就是 提高部分钢铁产品出口关税,就不让产品出口 不让产品出口,那么产品就留在国内,增加市场的供应 然后是对生铁和废钢实施零进口 斩定税 取消部分钢铁产品出口退税 这政策 就是用政策来搞了,这是第1个,第2个 控制高耗能项目 那么发挥水电丰沛的优势 第3个就是加强大宗商品进口 进出口和储备调节 这个后面是废话 第2是加强市场监督,加强市场监督就是 伸出 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要市场监督 加强怎么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行为 就是 就是打击多头,就是讲到底 就是在期货市场上 做手脚 一句话就这个 第3,保持货币政策稳定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最近呢,持续收到了一部分 各地,来自各地的情况,一个情况就是限电 一个情况是限产 一个情况是停产的情况 原因是什么 原因都是原材料价格暴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材料价格暴涨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影响 这个影响不是个案,是普遍性的影响 我讲几个,我举三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内蒙古 内蒙古乌兰 官查部市 他们工业和信息化局 出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关于下达2021年5到6月 5到6月份 高耗能企业 预算用电量的函 那么有三条,第1条5到6月 单位能耗这个指标,从权重,从10%提高到30% 第2,高耗能企业 5到6月份用电不得突破 75亿千瓦时 用电量,把用电量降下来 第3是限电标准 A类企业减12% B类企业减48% C类企业减60% 那一个企业把用电量减了60%,我不知道它怎么正常生产 就是,你想一下 内蒙古乌兰茶部市 内蒙古本身是一个 煤炭省,这是个煤炭省 中国有几个重要的煤炭省,以前山西,山西现在已经不行了 其实 大量的 大量的煤炭来自于内蒙跟新疆 那么内蒙自己的市 用电限到这个地步,C类要控制 减少60% 最少的减12%,影响很大 这是一个内蒙,一个是云南 云南是这样 电解铝 减10%,电解铝全省减10% 每天停电时间,电解铝的厂 电解铝的厂子 用电量 比正常的减10%,第1个,第2,每天停电时间不少于3小时 那你8小时工作,那你减3小时剩5小时,不过他可能不是8小时 他可能是连轴转,都不一定 这个我不知道 全省水泥,水泥限电 减少多少,30% 每天用 停电时间不少于5小时 那不知道他怎么生产 我就不知道怎么 停电时间不少于5个小时 这是云南 云南就是大量的限电,第3个就是广州 广州出了一个 2020年广州有序用电,其实他们现在,中共很喜欢 玩文字游戏啊,全世界最喜欢玩文字游戏的就是中共 其实他就是限电 他叫有序用电 那他就通过了一个工业和信息化局 通过了一个2020年广州有序用电方案 那么其中 这个潘雨 潘雨有个客户 提供了他的限电通知 他限电通知是这样 就是 限电日期一个星期就是星期六跟星期二 一个星期下来有两天停电 停电 停电时间上午7点 到晚上11点 停电 然后他要求 要求这些高耗能的设备尽量安排在晚上11点 到早晨7点使用 这就是广州,广州的情况是这样 广州经济发达,然后就是云南 南内蒙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限电的情况是非常严重 那么去年12月份 由于煤炭价格暴涨 那么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限电 不仅仅影响中国的工业生产,还打击了中国的出口 这个 当然 从头到尾 去年非常奇怪的是什么 非常奇怪的现象是 从这件事情的开始 到这件事情的结束 中国官方从媒体 到地方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讲 他们限电过 没有一个认账 没有认账 都是叫什么,有序用电 那么现在是5月份 5月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5月份他开始限电 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做准备 为什么南方地区开始入夏 南方地区开始入夏那么用电就会激增 那么电力紧张会更加严重 所以他现在开始5月份6月份开始限电 现在慢慢的就进入这个用电高峰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做法的基本上可以预期 今年的夏天 中国这个限电的这个情况还是会很严重 那么现在各地的限电的特点是什么,两个特点,第1个特点 先保民用 保了民用再说,这是第1个,维持社会稳定 然后再说工业,工业是先抓那些 高能耗企业 所以高能耗的企业 这个受到的打击会议最大 这是一头 那么 第2头呢就是从南到北 从南到北 就是 越往南 情况越严重 那么跟去年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和国内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 那么金属类商品,包括建材等等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大宗商品的价格2020年的4月到2021年的2月 全部商品指数上涨67% 其中能源指数上涨172% 原油指数上涨170% 那么大宗商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原材料或者是农产品 包括什么,包括天然气、小麦、铜、玉米、煤炭 石油等 影响都是很大的 那么今年3月份开始 国内期货市场 那么金属包括两种金属,一个叫黑色金属,一个叫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就刚才 有色金属的铜啊铝啊就有色金属 那么 疯狂上涨 都创历史最高水平 那么其中呢铁矿石,铁矿石价格5月12号 达到多少钱呢达到1358 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李克强那个 国常会 要 开始征出口钢铁的税 就是不让钢铁出口 不让钢铁出口的话 那他就可能导致什么呢 导致国内的钢材就 多了,国内钢材多的话价格就会下降 价格下降会引导这个铁矿石价格下降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动力煤 动力煤合约当天的价格达到 950元一吨 这是历史最高点 这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现在各地开始限电 大家知道限电并不是没有电厂 也不是没有煤炭 限电的原因是既有煤炭 也有电厂 但为什么会限电 因为电厂不愿意发电 不愿意发电的原因是因为 煤炭价格上涨,涨到历史新高,煤炭价格涨到新高 我们都不用算账就知道 这些电厂发电一定是赔钱 但是赔钱他得发,为什么他有这个社会责任,政府要求他发 那么他只能发电,那么他怎么发电呢 他按照他最低的要求来发电 那么最低的要求发电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外面的电力供应 就不够 就不够就开始限电 原因在这里,原因是什么 原因追上去是煤炭价格 那现在昨天,今天上午有个网友问 那为什么不提高煤电 这个电价 提高电价的话 那电厂就愿意发电 这非常懂 非常懂这个市场经济 那为什么 不提高电价 电价是政府控制 政府控制电价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他不控制这个电价的话,你现在的这个电厂的这种模式 那价格会不断的波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那么现在,如果现在他把电价调上去 那意味着什么 通货膨胀一下子就上了 因为电价是什么,电价跟水一样 经济每时每刻要用 你把电价价格一提高 那整个经济的价格都会上升 成本都会上升 成本都会上升 意味着大部分的价格都要跟着涨 这么跟着一涨的话那通胀就上了 所以他就控制电价 控制电价,所以控制电价就会导致什么 缺电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上海 铝合约5月10号突破了2万元一吨的大关 基本上这个大宗商,这都属于大宗商品,这大宗商品都在 刷新历史新记录 不过呢 通常是这样 当你原材料价格上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 就是很多厂子就停工了 为什么 你原材料价格 原材料价格上涨并不能够解决 一个工厂 他的出厂价的问题 通常的情况是什么 我原材料价格上涨,那怎么办,我就 我就加价 加价出售 否则的话我是赔钱 甚至我是挣不了钱 挣不了钱或者甚至赔钱 那如果 如果我的出厂价提高会导致我商品卖不出去 我敢不敢加价,我就不敢加价 那什么情况下 我加价 我的商品还能卖得出去 什么情况下我加价,我商品卖不出去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市场上有 比我 出厂价 还要低的商品的时候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 提高出厂价 我就卖不出去 对吧 这是第1个,第2个 买家没有那么多钱,买你的更贵的价格的时候 那怎么样,你就卖不出去 所以在这两个条件约束什么 约束这些厂商 他能不能顺着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 去加价出售 决定这一点 那从目前来看 做不到 做不到说明什么 说明需求薄弱 或者说明 有其他的商品比你的竞争力强 那怎么办 如果加价我卖不出去,我还是不能生产 怎么办 我就停产 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地方,很多工业企业 停产 因为原材料价格太高了 他也不能顺势加价 但是呢最近的国常会,国常会开完之后当天晚上 其实在国常会之前 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开始 有所调整吧 为什么有所调整 就是因为很多厂停产 很多厂一停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需求在下降,大宗商品的这种需求下降 需求下降又会带动价格的下降 所以呢 5月19号 这个国常会开完之后 当天晚上 国内期货市场全线暴跌 煤炭 现财,现财讲的是 这个建材 跌停,然后跌幅分别是7.98跟5.97 铁矿11度大跌8.6% 洞里面跌8%,然后是这个 热卷,热卷就是板材钢板 罗文钢,罗文钢就是做房子的罗文钢 热卷跌7% 焦炭跌6% 铜镍 链 跌超过3%,玻璃跌6% 农产品当中,棕榈油跌超过4% 豆油菜油跌3% 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 目前尽管它 我们说这个期货市场暴跌 但是呢 大宗商品 还是处于高位,这个没有疑问 这个没有疑问 那为什么大宗商品会,今年以来会价格持续上升呢 几个原因呢 第1个原因 全世界 全世界主要的中央银行 放送货币 去年年底到现在 各个央行都是大水漫灌 大家知道大宗商品都是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讲的是什么,虽然它是商品市场 其实也是资本市场 那么当你各个银行都大水漫灌的时候 这钱都会跑到 资本市场去 资本市场就水涨船高,这是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这是第1个,第2个 全球经济开始慢慢的复苏,特别是欧美 欧美经济复苏的情况比大家超出大家的想象 那么当它经济复苏的时候,它需求就会一下子上来 那么需求复苏上来之后 它就产生 产生对大宗商品的传导 你比如说 突然很多人都在买家具 买家具那木材的价格就会上涨 那就是这样,它就会传导上去,一路传导上去 那么大宗商品就开始 价格就上涨 大概是 整体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现在疫情的情况不平均 有些情况很严重,有些情况又恢复的比较好 你比如说中国,中国是恢复的比较好的一个 那么这个情况就变成什么呢,经济对 疫情控制的比较好的国家 的依赖就更大 就订单就会往这些 恢复正常的国家跑,你比如说巴西现在疫情控制不好 那很多原来去巴西的订单就跑到中国去 那么另外一头就是 疫情控制的 比较好的国家订单相对集中在这个国家,那么 这个国家 出口一下子就会暴涨,出口暴涨的时候它国内的原材料需求也会暴涨 那么原材的价格又暴涨 大体上是这几个原因 那当然了 中国这些监管机构对这个 商品市场 就做很多手脚了 上海期货交易所提高这个合约的手续费呀等等,反正总之就是 打压市场 打压市场 基本上是这样 那无论如何 目前 中国的这个 中国也好,国际市场也好 大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它会短期调整一下 但是 但是不会下太多 还是在高位运行 这种高位运行的结果 仍然对 中国现有的经济 造成冲击 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最 突出的情况是什么 最突出的情况就是限电 限电影响最大 当然原材料这一块从石油 到钢铁 到煤炭这几个大宗商品 到有色金属这几大块 的价格上涨 中国有很多的企业没办法开工 这是对中国经济最影响最大的部分 好吧,那我们进第1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讲这个史实级爆料 我们会继续跟进一下 那么私募基金的这个投资人叫叶飞 上个星期五,5月9号 在微博上爆料 爆出猛料 然后引起这个中国股市的血雨腥风 然后他点了9家上市公司的名字和三家券商的名字 说这9家上市公司自己操控自己的股价 然后这个三家券商 那么也是涉嫌 操控股价 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烧到今天 烧到今天的5月19号下午 中国证监会约谈了叶飞 那么内容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不知道,但是肯定一点 叶飞他自己也面临风险 为什么 叶飞的爆料其实是 以前 以前棒球有一个名词叫 借用过来叫牺牲打 就是牺牲掉自己 鱼死网破的做法 他的爆料其实是鱼死网破 因为他爆料的时候把自己也 爆出去了 他参与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有风险 他本身是有风险 那么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 被他爆料的这9家公司 持续的暴跌 资金出逃 因为你想一下 庄家操控股价这件事情 都已经曝光了 纳赛里面的股民他不往外跑,所以疯狂的跑 像东方时尚连跌停了 连续三个交易跌停 然后是看一下 我先讲一下这9家上述公司的名称 中原家居 维新洛,炮制机电 龙机机,机械 东方时尚,ST华 华育 精创集团 法兰 法兰泰克 祥新科系 东方时尚 9个 那么现在就是 大体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 大家就开始聚焦这9家公司了 这9家公司卷到这9家公司,卷入这个爆料门的9家公司 情况是什么呢 分别属于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电子汽车等行业 其中号制机电 号制机电 法兰泰克 祥新科技,精创集团都是机械设备行业 维新洛是电子行业 那么 我就今天我为什么晚了呢 晚的原因先给大家道歉 又晚了 晚的原因是因为第一财经 找了另外一个人 叶飞出来爆料,揭开这个 庄家的黑幕 那么第一财经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伟 是华明 他在A股市场也打滚了十几年 他也出来 跟这个第一财经讲 讲这个 这个庄家 庄家的事情,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 看了很久啊,把时间看忘记了 他就说呢 他前一阵子也为一个庄家 去找那个下家,谈这个接盘的条件 他这么说,他说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很多 不仅公募基金 还有杀猪盘的这个网络大V也这么干 大家知道什么叫杀猪盘吗 杀猪盘是什么意思,杀猪盘就是网络大V 网络上有很多 炒股票的 声称他是牛人 那个 专家,他很多粉丝 很多粉丝发现这个人很厉害 他说的股票都很准 跟他买就挣钱 所以他就一帮大帮粉丝 然后用各种方式来圈到各个 叫建股 推荐的建股群,各种各样的建股群 这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 买股的力量 当他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 就很多股民去买 这些买进去的这个买盘叫什么盘 叫杀猪盘 网友你想一下 你是不是在这种群里面 你在这种群里面你去买的那个盘叫杀猪盘 什么叫杀猪盘 这些大V 就是就会跟庄家合作 庄家要出货的时候呢 这些大V呢 就帮忙去推荐这只股票 然后这股民就冲进去买 当这股民冲进去买的时候 这就叫杀猪盘 这就叫杀猪盘 这都是这么玩的,公募基金啊杀猪盘的网络大V都这么玩 这是陈伟说的 那么他说为了规避风险打消资金方的疑虑 很多庄家呢 现场贷现金 在巨额现金跟接盘方进行交易 接盘方 收多少钱 接盘方收大概6%到8% 很多钱 你想一下 6%到8%一亿 就是600万到800万很多钱 那么怎么办呢,因为 大家知道这些钱呢 他们是不能签合同的 就得限付 限付 他这个,陈伟说他碰到一件事情 他说很厉害 他说呢 他说 当时呢一年前的事情 陈伟跟那个第一财经说,他说 当时他就帮着去 帮着去那个 谈谈条件 谈条件 因为这都是违法的事情,见不得光的 所以他们 也会,就不能够告状,又不能报警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的 那么这个会搞不成 会,其实这个操作风险很大 那怎么办呢,他说他一年前呢 他去帮这个庄家去找下家 谈条件 他中间呢,他也能拿到钱 他中间人可以拿个百分之零点几吧 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所以他也很积极,因为不用掏钱 中间拿钱,他说 他说这个 他说我没有找到资金,但庄家出货,有一次我也去了 当时 房间里干什么 房间摆一亿现金 一亿现金 很可怕 一亿现金有多少,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印象中一亿现金要 要很大一块,我知道100万是多少,100万其实没有多少,美金的话 说这个一亿现金放在房间里 走的时候剩下多少,3000万 当时庄家跟他说,他说 你怎么能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没找到钱来呢,找到钱的话,这个3000万就是你的 就这么说 那么3000万,当时那个3000万 大部分是人民币,还有一部分是港币 所以呢,接盘呢,是要拿着真金白银去的 那大部分接盘的人都不会用自己的钱 去接,因为明明知道这边是出货嘛 那么通常 接盘的资金有两个资源 一个是公募基金,一个是网络资金 公募基金我们都知道,公募基金就是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他怎么办呢,他怎么玩的呢 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太复杂 他的玩法呢 就是 他必须 庄家 操纵的这个股票 他必须在,基金呢他们有个 有个股票池 每个基金公司都有个股票池,股票池就是 他们的研究部门研究过了 研究了实质股票,这实质股票我们可以买的 可以我们去操作的 然后呢这实质股票呢叫 叫股票池 那么这个庄家呢 他要出货的这只股票呢 如果他在这个资金池里面 他就没问题,他说行你出货就去接 那当然他也要报备了,手续要该做的该做做 然后他就约好,约好呢那你想一下 你出一个亿,我接一个亿,接下来之后 直接 7%到8% 现金,700万800万我就背着走了 两个亿的话你想多少钱 1500万 15600万 背着就走拿现金 这是一块,公募基金这一块 所以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理财产品能买吗 基金能买吗 这是第1个 第2种叫网络资金 网络资金我刚才说的 杀猪盘 杀猪盘就网络大V,网络大V以见谷为名 诱骗这些 这个跟着他那些散户 拿一次性 他好 他好,我有一个二三四五 五个群 上来 我就推荐 我可以带来多少买盘 一个亿,两个亿 能带来两个亿,好那你就 1500万拿走 但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他当时 他说他两年前陪一个相熟的庄家中间人去北方的一个城市 说服某个公募基金的经理 去接盘 但是后来这个 那个庄家呢 这个盘比较大,那只股票盘比较大,几百个亿 进出比较容易 但是他要对方借5000万 中间人用背包背着钱 准备一次性付全款,5000万嘛,5000万乘以 0.07嘛 350万 那最后没有坦诚,没有同意接盘,没有同意接盘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同意接盘的原因是因为 那只股票不在他们公司的股票池里 他就不能接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中间人收0.5到一个点 其实复杂到不复杂,中间会有一些 中间还有一些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 如果你答应了,你不接盘会怎么样 其实呢,你会不会装傻 其实不行,其实也不是 他说呢,他是这样 他说呢,一般而言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 庄家 跟接盘方 会约好时间 庄家在约定的时间出货 挂盘往外卖 然后接盘方就去买 那么 不需要点对点的对销,直接在棚中买就好 那么也不,因为这里面没有这个 没有 没有合同了,所以 所以你其实在盘里面 操盘手很清楚,一看就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你比如说 一天我成交3000万 我试着先挂几百手出去,股价一下往下掉 哎,你就没接 说明你没接 庄家 如果你 庄家扔出来的货,你直接接,你直接买了 接个屏,微信 接屏 就可以了,搞定了,问题不大 其实他们 他们在市场里面 针对移植股票 聚焦在移植股票,还是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感兴趣这件事情是因为 中小股民不知道 中小股民不知道他们在炒股票的时候 其实背后有这么大的力量 在和他对抗 所以他失败一点都不奇怪 跟你的聪明,跟你的勤奋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在你做到这个,把你 当你把股票账号打开,把资金打进去的时候 你开始看这是股票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基本上你已经 已经开始亏钱了 已经开始亏钱了 你想一下 有那么多的资金,有那么多的人 在做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你想一下,你是不是 往那个股票机面前一坐,你开始赔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力量根本是你 抗衡不起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请大家注意 中国股票市场 非常坏 无数的人在那赔了钱 不要觉得你自己 很厉害 或者很聪明,或者 很有心得 没有用的 这是不公平的一个市场 尽量的避免 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那么今天上午跟今天 直播一跟直播二呢,我们都讲了财经议题 因为 因为我觉得 这两个题目都值得一做 所以 所以 我尽量的让他没那么枯燥 也比较有趣一点 因为毕竟,毕竟这些议题跟民生都有关系 那么另外我还向大家道歉,我今天迟到了 看这个稿子,因为那稿子生的生的非常长 要去理解啊等等 所以抱歉 鸣谢 情况 原材料价格真的涨很多,坐标台湾 钢筋 1月1吨 17000 5月涨到 1吨2万2 制作 制作期 制作期程从14天 拉长到45天 全台湾缺很大 我的工程进度从超前变成落后 是的 情况,今年三四五月份 在北京每月都有部分街道开始停电 北京开始停电 早7点到晚18点 在北京生活十多年了,很少发生大半天停电情况 北京很少停电,我在北京的时候没碰到过停电 有停电 北京很搞笑,我现在不知道,北京那个时候叫买电 你去买个电卡 然后输入才行 我停电是因为我忘了买那个电卡 神经病这个机制 大概是 大概是不付钱的人太多了吧,他那个机制是你要买电卡 非常无聊 但是 没有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忘了买电卡 才停电 正常没有停过电 坐标广州,我们园区已经有限电的风声了 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 说区领导还在研究,我们公司都准备买发电机了 情况,山西最大的国企煤炭 静能控股 静能控股集团至今拖欠两到三个月员工工资 虽然煤炭价格暴涨,但国企负债累累 10年前山西资源重组改革 让国企花大价钱收购劣质小煤矿 国企资金不仅被掏空还大量负债 导致从此一蹶不振 其中官员和小煤矿老板的利益勾兑 损失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财产 现在需要全体职工来买单 全体职工也买不了单 你想一下 静煤集团拖欠两到三个月,那你想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煤矿也 可想而知 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山西的煤矿,现在有很多煤矿是停产 就是 去年年底到现在 环保的原因啊,安全事故的原因啊 就是这两个原因 导致他很多煤矿在停产 这也是煤炭价格 上去的原因 观点,中国对能源铁矿石等 资源类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依赖度很高 刘鹤提出的内循环就是忽悠200斤那个 小学博士 铁矿石就是核心,就是澳洲 澳洲铁矿石 巴西有铁矿石 巴西铁矿石对中国来说不行 太远了 所以对中国来说澳洲铁矿石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产品,为什么 澳洲铁矿石的品位高 那么像 像这个宝山矿 宝山这些大型的 钢厂 必须用品位高的 铁矿石,这是第1个,第2个 当你需要大量进口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很近的运输线 你运输线太长,你想那是铁矿石 量非常的大 你多 运 运图越长 成本越高 那巴西毕竟是在另外一头 所以对中国来说最好的铁矿石来源就是澳洲,澳洲铁矿石 澳洲铁也是一样,澳洲铁也是 第一价格便宜,第二它是高卡 就是高能 高热量的煤炭 品位高的热量煤炭 情况,台湾停电1到2小时,民进党政府被骂翻 那么蔡英文出来道歉 中国一停就是8到10个小时,中国人都不敢坑一声,中国人数字真的好 这跟数字没关系 你敢试试,你骂一个试试 情况,刚刚 刚刚股盘软件里的公告信息标题 证监会约谈叶飞,叶飞出示调查通知书 从现在开始要守口如瓶 证监会 我让他说了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证监会的情况怎么样 证监会现在情况 证监会现在 焦头烂额 为什么,你想一下 叶飞 只要报了 他就得去查 如果他不查的话呢,股民就会说你 不作为 问题 问题是 这些股票背后站着谁你不知道 那有人来 找关系,托关系写纸条怎么办 如果写了纸条,他接到这纸条,他办还是不办 这里面就有问题 如果你很多都不办 你办一个两个还说不过去 你得办很多,因为他一口气就报了9家 9家上市公司,3家券商 就加在一起,已经12家 他再不去约谈他,把他闭嘴的话 他一口气真的报48家怎么办 那上市公司那不封 那这个 股市就崩了 所以赶紧去约谈他 这是第1个 第2个 政经会还有一个麻烦,麻烦在哪呢 叶飞怎么办 叶飞动不动 叶飞自己爆料 他叶飞的爆料其实是我刚才讲的叫牺牲打 牺牲打什么,他连自己一起抱进去了 他参与了这件事情 他参与这个理论上要从他开始 从他开始查 对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他自己讲他自己违法 那你说查不查 理论上应该是 但是理论,他要是查他呢 他舆论又会有一个舆论就是 他在举报啊 举报应该立功啊 在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是不查他呢 有法不依 讲不过去 这里面就有麻烦 所以也是 证监会现在是一头包 应该是一头包 情况,大约20年前 我在中国国企其中一部分上市要求大家买股票 许诺一年后股票翻番 在 翻番以后还给大家翻番的钱 还要求党员和干部要多买 大家买了以后 国企单位内部租用大家的身份证,一年以后还给大家 还附上一个股票 股市账号 当时股价还是3块7毛5,结果一年以后涨到了 7块5以上 翻番以后还给大家 还钱给大家 再过几个月 股票就一路跌得不值钱了 再也没有起来过 然后就是后来上市的部分宣布破产 这就是操纵股价了 情况,最近居委会 号召大家参加改选投票 还拉了横幅,号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我去居委会表示想参选 居委会党书记当即提出 参选需要10个人推举 另外现在选聘分离 即便当选也不可能 被聘用 那我问选上了不聘用,选了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制度就是这样,一下子戳穿了中国民主的谎言 真是笑话 选上了叫聘用吗 聘用,雇用才叫聘用啊 骗人 不过呢 你不一定要去参选 你要领选票 要登记做选民 去投票 很重要 情况,现在小区成立业委会 都必须要求党员占一定比例 不然不给成立 提问,据纽约时报报道,苹果公司向中共妥协 提供用户信息数据 配合中共搞言论审查 同一个苹果公司在美国的表现很刚,为了保护用户数据 安全 敢 对抗FBI 但在中国却表现得很怂 苹果公司这样的表现,王老师有什么看法,我没什么看法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不一样 对不对 不是苹果的 不是苹果的问题 是政府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不是苹果的问题 把这个账算到苹果头上不公平 为什么 你想一下 苹果公司在美国的表现很刚 一个FBI 说明什么,说明他有条件刚 大家中国,他想不想刚,他想刚啊,刚不刚那起来,刚不起来,为什么 那是个独裁政权,不讲理呀 不讲法 无法无天 蛮横无理,那你怎么刚,没法刚 所以这个问题,核心的问题 账不能算到苹果的头上去 账要算到中国政府的头上去 这是政治正确 情况 广州这边工厂也发停电,现产通知 要停三天,一星期停三天 那怎么 那怎么办 情况,所谓国企就是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吸血鬼 一个国内朋友是幼儿园园长 前几天去教育局开会,要求填写 控烟禁烟的表格还要签字 他跟我抱怨说,控烟和幼儿园没半毛钱关系 控烟不去查 烟草专卖局,找幼儿园简直是胡扯 我跟他说,别人背后有镰刀撑腰,你有啥,叫你签字听话就对了 好吧 情况 王先生的节目过去几个月我都没有收到油管通知 每次都是搜索王健直播,竟然没有结果 总是在节目进行到几乎一半了才能看到 这是 这是感谢 YouTube的关照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这么样对待我们 鸣谢 请王先生多 多报道中国股市人谋不脏 的事实 从前我这渔民在中国住的时候自以为聪明 在基金上赔了好多钱 好吧 谢谢,请王老师吃碗螺丝粉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靠写 感谢观看